我是马克 欢迎来到美国之音的英语顿节目 第28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在6月29号启动了 会一直持续到8月4号 演习将在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海域进行 各国舰艇将联合进行两栖作战 炮击、导弹试射、反潜和防空演习 还有反海盗行动、扫雷行动、爆炸物处理和潜水打捞行动等等 除了利用无人舰艇等美国海军最新系统之外 预计还将进行假想网络战和电子战的联合演习 这次演习没有邀请中国和俄国 包括东道主美国在内 共有26个国家的38艘舰艇、4艘潜艇、170架飞机、2.5万兵力参演 美军派出了以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林肯号为首的舰队 林肯号从1月开始就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并进行密集的演习 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支F35C隐形战斗机中队也部署在林肯号上 从参加的国家来看 似乎具有明显的对抗中国的色彩 不仅美日英澳四方安全对话和澳英美联盟的成员国全都参加了 南中国海周边的五个国家也派军舰参与 此外太平洋岛国汤家也受邀参加 这次军演就是在向中国传递一个讯息 那就是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会遭到阻止和击败 今年3月刚刚成立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滨海作战团 将首次亮相环泰军演 它是由海军陆战队第三陆战师的第三陆战团改变而来的 与前身相比 冰海团由大约2000名海军陆战队员组成 以更小的机动的远征前进基地分潜队为单位来行动 并具备反舰能力 具有低识别特征 远程、高机动性、容易移动等特点 根据美国海军农战队为2030年制定的计划 美军最终将拥有三个这样的滨海团 除了在夏威夷的第三滨海团以外 另外两个将会被部署到关岛和日本的冲绳 滨海团的主要任务是在复杂作战环境下 迅速控制关键航道或岛屿 并使用或者是引导反舰导弹击沉敌方的舰艇 协助海军作战 虽然滨海团的作战理念和模式还在发展中 但在这次军演中 它应该是值得关注的力量